普京含泪演讲 说到动情处 也是难以控制自己的心情 这是硬汉普京罕见的落泪时刻 更多金坛请在右上角关注我的头条号新兴国际 欢迎留言点评点赞 嗯 应拉到灾区体察民情 看到灾民们流离失所 无处安身 被急哭了 这场面看了让人心疼 应拉为民 亲民 是一位好总理 嗯 女王一生只在公众场合哭过两次 而这一次的流泪 是因为被拒绝支付维修费用 而留下伪须的泪水 嗯 希拉里在竞选总统最后关键时刻 被特朗普大陆拦截 激动的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嗯 1966年3月 周总理慰问刑台地震灾区受灾群众 百姓见到了周总理 无比激动 一度感动落泪 周总理看见百姓受苦 也是一直强忍住泪水 各国领导人落泪 普京含泪演讲 英拉被急哭 中国的他却强忍泪水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到右前方的盘子里来 kart姓